两大超市成功申请保就业 除了要发放现金券给弱势社群 百佳说会用3200万 给市民抽奖拿现金券 慧康就会不加价半年回贵顾客 小委会认为 今日的时候直接由收据减价 是最简单便捷 百佳就说有向政府提议 但政府不接纳 马晴晴报道 两大超市成功申请第二期保就业 政府补贴出量 补贴楼的一半要用来回贵 普罗市民又怎样受惠呢 百佳获补贴1亿6千万 即是要拿8千万出来 百佳获会有大抽奖 发发总值3200万的现金券 透过网上或者电话登记抽奖 要留身份证头4个字和电话号码 长程下个月公布 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给折头呢 有些都会见证 不如直接在购物那里给折扣 其实这个方案 我们是提及过的 就是根据你购买这样的8折 这个最直接 以上我说过 包括是即时有折扣 或者是你买东西的时候给现金券 那政府是不收货 不接纳 所以我的同事就再想过 那就再简单一点了 基本上就是说 你不需要购买 就是不需要消费 那也可以有机会拿到现金券 另外早前公布4,000万的现金券 透过社福机构 发放给低收入 长者和商残人士 另外有一成 即最少大约8,110万要给员工 白佳就说年底之前 会用现金发放 惠康就要回归大约1亿 星期二公布了 将会派发8,000万现金券和饭券给弱势 还有最少2,000万要回归 就说有300款货品半年不加价 但具体点算回归多少 哪一日冻结价格就没说到 另外若顾客捐赠救物积分 韦匡会以配对形式 捐出最多500万港元给弱势 但若顾客捐款金额少过500万 韦匡没说怎样处理 市委会发言人说 预期推出不同优惠 可以直接由收据扣减消费金额 最简单便捷回归消费者 切实给市民得益 有线电视记者 晴晴报道